加油站挂上大大的红色布条 写着出售两字 外围以绿色栅栏为起 原本的加油站招牌 也已经被拆毁到一半 空旷的加油站 一旁还有两层楼建物 外加地下油槽 总计302平 像这样行情价 至少千万起跳的加油站 现在法拍底价只要761万 仔细看 平数超大的加油站 位于桃园新屋 一旁就是大马路 在过去就是高速公路 地点超优 平数超大 让许多投资客 强着评估入手 那知道地是谁的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法拍超优物件 让许多加油站经营者 或投资客 趁机逢低买进 因为以761万 换得302平的土地 换算下来 一瓶只需花两万五 买到赚到 究竟多便宜 760万连一间 新北市公寓都买不起 但在桃园新屋 可以直接买到一间加油站 非常超值 没生意 它就是那个怎么法拍 没生意 你都欠钱 当然是法拍 其实过去 在天母豪宅地段 也有法拍物建议 一瓶33万的价格售出 等于是市场行情的 七折价 就能入手台北市 豪宅地段的房子 房市不景气 连法拍物市场也一样 法拍价格落顶 也让有意入场的买家 有更多减便宜的机会 记者刘家长刘一璇 桃园报道